loyalty to orientation Bai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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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何在於心中入神? 雖然知道 媽媽患了ALK肺癌 有甚麼方法可以治療? ALK肺癌這數年的研究有很多新的東西 在治療方面 從化尿至標靶藥 都有很多選擇 其实在2007年最初发现AOK和肺癌的关系 到2011年美国FDA批准第一只针对AOK型的标靶药 都只不过是四年的时间 现在更加出了第二代标靶药 能够进一步有效地控制病情 所以不用太担心 我明白了 那治病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AOK型的肺癌就比较容易转移到脑部 所以如果你选取的药物能够同时进入脑部的话 就能够有效预防或者控制脑部的转移 另外通常我们都建议标靶药是要长期服用的 如果所选取的药物的副作用较低 在控制病情和舒缓症状的同时 也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生活质素 明白了,医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